他開車壓我的腳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是不小心的 駕駛遭遠景攔下頻頻道歉 因為他開車不小心 撵到遠景的腳 就算你不是故意等 我也要告你過世好不好 我已經跟你道歉了 道歉如果有用的話 警察就不用再来 原來幾分鐘前 駕駛駛駛開在桃園新建街上 白色轎車正在倒車 左邊黑色轎車又微停 在路邊道路狹窄 駕駛好心停下 先讓對象車過 這是遠景逆向騎上前 要他移車 卻遭轎車後輪撵到腳 他立刻鳴笛要駕駛下車 新車記錄器明顯看出駕駛在讓車 加上後輪撵到難以察覺 才會開走 事後原以為要和解 沒想到七天後 遠景卻對他提告過失傷害和兆逃 近期法院判決 拘役十天得一顆罰金 兆逃責不起訴 讓他怒轟 遠景是誤告嗎 人民保姆是這樣對待人民的嗎 本分局尊重司法調查的結果 有網友直批好大官威 不適合當警察當碰瓷的 也調出中心遠景親自留言再嗆 已經截圖將全部提告 更PO文表示不忍了 直接告大不了別做 卻遭網友灌爆關板 民眾怒火還殃及一名火鍋店員 因為長得像當時遠景 遭網友誤認洗板 店員慘遭波及崩潰成親 而當時遠景傳出心情低落提離職 遭長官勸退先休假冷靜 只是遠景明明在現場攔鬧人 硬告兆逃不成 後面又揚言告網友引發重怒 執行EQ恐怕還能再磨裂 記者劉志展彭星美桃園報導 提供 現在的記者劉志展文 我們的記者劉志展文 感谢观看